合不进背中脚 杀不进仇人 好 说吧 男人纵身一跃 就将日寇的头颅尽数斩下 接着他冲进人群展开厮杀 一套刀法行名流水 片刻之间 就将一众日寇斩杀在地 他趁机砍断拴马的木桩 随后跳上马背 眼看好兄弟被日军司令斩杀殆尽 男人纵马上前 蓄力扔出一刀 刺穿司令胸膛 将其定在棋杆之上 随后只身逃了出去 他经此一战深受打击 纵使他拥有一身武力 面对敌人的长枪却也无能为力 此人正是大刀王武 他曾是黑旗军刘永福的部下 黑旗军解散后 他自行组建了一支大刀队 他们每日勤家练习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将日寇赶出中国 如今大战惨败 王武心灰意冷 纵马跳下了山崖 可他命不该绝 自此便在小镇之中 隐姓埋名 以打铁为生 这天 博学之士谭四同寿 康有为之妖 带着随从九经赶往京城 御主持推行新政 途中两人来到一处驿站 无料这时一群贼寇 突然闯进小镇 然而他们并没有伤害百姓 只是将众人赶回家后 埋伏在了周边 原来 他们此举的目的 便是刺杀赶往京城任职的 陆营统领袁世凯 可此时的袁世凯 已经发现端倪 他命令手下混进难民之中 让对方不好出手 自己则趁机从马车飞出 拉动弓箭突袭贼寇 随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只见袁世凯用披风接下来劫 接着连跳几下杀入人群 他出手刚劲有力 片刻之间 就将几人打倒在地 而在打斗过程中 毫难的百姓意外深陷其中 一旁的弹四同箭装 立马带着九经出手相救 就在这时 一辆载着妇孺的马车 突然受惊失控 静止向前狂奔 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出现两把弯刀斩断僵手 随着一个男人拉住马车 救下车上的妇孺 此举正巧被谭四同看见 他注意到男人身上的纹身 可以起车辉号 此人正是大刀王武 谭四同和袁世凯见他身手不凡 便想邀请他再次出山 去京城成就一番作为 在谭四同的不断劝说下 王武又重新燃起心中的火苗 同意与二人一同赶往京城 很快一行人来到京城关 在谭四同的帮助下 王武在此处开了一家强武学会武馆 他想让中华功夫得以传承 然而他也知道 如今想要有一番作为并非一事 前路尽是未知 可谭四同却很是乐观 从来忧国之事 具备千古伤心之人 只要是志同道合 哪怕他满路风霜 总有艳阳高照的一天 谭四同相信 只要众人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将新政推行下去 百姓安居乐业 王武的武馆也会生意兴隆 然而一连过了几天 武馆因为没有知名度 一直无人问津 为了给武馆提升名气 谭四同二人建议王武 去参加一亲王举办的演武大会 大会当天 台上舞者大展拳脚 向众人展示精彩绝伦的中国功夫 但双方都点到为止 绝不会下死手 不料此时布公子一跃跳上擂台 此人正是花拳王不停的儿子 他凭着自己的家世 不顾比武的规矩 对场上之人痛下杀手 就算对方已经认输 他还是接连几脚 将其打成重伤 只能被人抬走 一旁的小川看不下去 遇上前与大师兄一跃高下 却被师父不停拦下 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一战成名 断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接着又一名舞者上前请教 结果没过几招 也败在布公子的拳脚之下 可他仍不停手 危机时刻 王武挺身而出将其救下 布公子见其坏了自己的好事 当即上前出手 不料却被对方轻松拿捏 不停见此情景 上台与王武一跃高下 王武本不想与之较量 可对方步步紧逼 出手很辣 他也只好展开拳脚进行反攻 几个回合过后 王武奋力使出一掌将其击腿 随后收手作一 承让 今日一见明镇大江南北的花拳神迹 王武深感佩服 虽然胜负一分 王武还是给足对方面子 而不停见状也只好顺势带着儿子离开 一旁的小川看王武武艺高强 连夜来到强武学会想要拜师 可王武见他是花拳馆的弟子 认为忠臣不是二主 便拒绝了对方 将其送出门外 就这样 小川在门外待了一晚 可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 武馆门口进来了一大批学徒 王武见状 只好将小川和众人一起收下 自此强武学会名声赫赫 规模逐渐庞大 这引起了一亲王的注意 为了将王武收入麾下 他将其叫到王府 称自己要办个中日武术协会 想让强武学会并入其中 可王武闻听此言 当场出言拒绝 王武不习惯和日本人一起做事 王武先生 我们国家有很多事要借助日本的 高点中日民间联络 对国家也算是好事啊 王武不才 成不了大事 怕辜负王爷 说吧 王武便禁止离开一亲王府 见对方不能为自己所用 王爷勃然大怒 他随即派日本第一拳道家来到武馆踢馆 小川见状率先应战 然而没过几招 就被日本武士一脚踢翻在地 众人见状准备一起上天 这时王武叫住众人 正当他摆好架势 要和日本武士较量一番时 袁世凯带领一众官兵冲进武馆 以私下与日本武士交手为由 将王武抓回一亲王府 原来 这都是一亲王的计谋 袁世凯表面上和王武以兄弟相称 假意为他着想 实际上早已投靠一亲王 这边 谭思同得知王武被抓 连忙带着圣旨来到王府救人 却不料门口的守卫只听一亲王的命令 丝毫不顾及圣旨 这让谭思同十分生气 他当即抽出长刀 砍下对方的一条手臂 此时一亲王终于出现 然而他看到皇上的手蕴 却称王武已被他就地正法 谭思同听到这话当即想要出手 幸好此时王武从屋内冲出及时拦下 王武未死 多谢谭兄相救 王爷知道自己不是二人的对手 也只好就此作罢 然而经此一事 双方彻底对立 王爷和袁世凯为守旧派 谭思同和王武则是违心派 可当王武等人回到武馆 却发现几名弟子惨遭杀害 凶手便是一亲王府总教头敖白 得知对方已经开始出手 谭思同二人也不再作斗 可他们手中暂无一兵一组 无奈之下 他们找到陆军统领袁世凯 想让他念在昔日兄弟之情 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 借兵发动戊戌变法 见袁世凯有些犹豫 谭思同出言相劝 我本为天下做事 此心只有天下人知 一万年太长 智争朝夕 世凯 做大事不是大成 就是大败 永远没有中间的路线 经过谭思同的一番劝说 外加王武的大刀 袁世凯最后选择答应了他们 当谭思同二人走后 袁世凯独自营救武剑 他思虑再三 最后将谭思同的人血斩碎 他终究还是选择站在保守派一方 很快第二天就传来了 谭思同被抓的消息 王武悲痛万分 于是他只身来到大佬准备捷狱 起料监狱空无一人 正当王武疑惑至极 突然身后出现一个御守 两人二话不说便对打起来 几招下来 两人不相上下 怪不得大内晋云一个人都没有 原来有位高人压阵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高手来劫狱的吗 我劫的是冤狱 说吧 两人再次展开激烈的对决 一时间刀刃相撞的声音响彻整个老法 御守于万山虽体型肥怕 但其身法毫不笨重 竟将王武打得连连后退 几招过后 王武逐渐抓住对方破绽 趁机使出一刀刺中对方 两人点到为止 胜负一分 于万山敬重王武是个重情重义的高手 他也不再阻拦对方 转身离开了牢房 几番周折过后 王武终于见到谭四同 却不料谭四同拒绝跟他回去 他深知自己已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性命去激励同胞 随后便用刀划破手指 在墙上留下一手玉中提笔 王武明白谭四同所想 他也不再继续劝说 寒泪离开了牢房 隔天 谭四同被押到刑场 周围挤满了百姓 此时酒精冲出人群 来到谭四同面前 给他买来他最爱的糖葫芦 正当两人相视痛哭时 武生打断二人 行刑时间已到 接着一把似曾相识的大刀 放于谭四同身侧 他转头一看 持刀之人正是乔装的王武 见到是自己的好兄弟行刑 谭四同赶紧吃下一口糖葫芦 低头接受行刑 王武在一刀利落送走谭四同后 他找到袁世凯 要为好兄弟报仇 然而袁世凯早有准备 千军一发之际 酒精等人赶来 他们手拿武器 轻松几下 就将院内的几个官兵打退 就在此时 敖白和不停也跟着赶到 酒精健壮率先出手 只见他提枪上前 静止刺向袁世凯 却被对方轻松躲过 接着手下陶安使出一招白蛇腿性 一套锤法行云流水 使得酒精一时难以招架 危急时刻 酒精用长枪挑起地上的绿草 干扰对方的视线 接着他顺势缠绕流星锤绳 一举将其斩断 趁机用长枪刺中陶安腹部 此时另一边 小川持刀对战曾经的师父不停 他因为念及师徒之情 并不想与其大胆出手 然而不停却毫不留情 招招狠下死手 话音刚落 双方使出全力对战 齐料经过在强武学会的练习 小川的武功大增 只一个回合 他就将不停打倒在地 可当最后一击时 小川还是不忍下手 然而不停并不领情 他趁机上前偷袭小川 将其一脚踢倒 正在他要通下杀手时 小师弟左宗甚敢来 虽然他年纪上下 刀法却实属精湛 他对着不停连砍竖刀 将其逼得节节后退 此时王武配合扔出一剑 解决了不停的性命 随后他与神手敖白 展开激烈的对战 一时间两人旗鼓相当 可随着体力的消耗 敖白有些落于下风 他只能使出袖口的暗器 却意外刺中小川的面目 王武剑撞一刀将敖白斩成两半 看着徒弟死在自己怀里 王武悲痛万分 不料此时袁世凯持剑上前 王武当即提刀应战 两人从屋外打到屋内 双方不相上下 数十回合过后 王武率先划破对方胸膛 袁世凯不甘示弱 也反将王武大腿刺穿 接着两人再次刺中对方 王武趁机抓住袁世凯手臂 欲将其斩杀 却被对方奋力挣脱 袁世凯自知已落于下风 他点燃弹四铜灵牌后的炸烟 向王武扔了过去 此时不明情况的酒精上前护住灵牌 瞬间就被炸出门外 王武怒火中烧 他再次向袁世凯出手 不料这时一亲王带领一众手下赶来 他们手拿火枪摆好架势 袁世凯见状连忙向外跑去 王武则乘胜追击 顺势扔出大刀 却被一亲王出刀拦下 看着眼前的火枪队 王武自知大局已定 他也不再反抗 随着一阵枪响 一代英雄就此落幕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